这个废材少年是真牛逼 耗时两年半击杀了999只史莱姆 可就在他想击杀千只史莱姆逆天改命时 开出的奖励却是个价值十一的小萝莉 本以为征服迷宫的梦想彻底告吹 谁知这小萝莉还真是个物超所值的超强外观 随手一招十分逆天 本来我们的男主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废材少年 每天的任务就是拿着两罐杀虫剂 在迷宫第一层里面狩猎史莱姆 来赚取自己的零花钱 这天他好不容易干掉了人生中第999只史莱姆 内心却感觉一阵空虚 毕竟像他这么废材的人可谓是万里挑一 两年半的时间一直徘徊在第一层 只能击杀最弱小的史莱姆 好在男主是个乐天派 在重拾自信后准备再狩猎一只史莱姆 达成自己千亩斩的成就 随着他往迷宫里面深入 在拐角处发现了一只稀有的黄金史莱姆 他拿着杀虫剂偷偷朝着对方靠近 凭借着自己的经验 轻轻松松就消灭了黄金史莱姆 可是等了半天 发现什么物品都没掉落 经验值也少得可怜 亏男主还拿出了自己最贵的杀虫剂 抱着侥幸的心理 他以为黄金史莱姆的魔盒说不定会值钱一点 可是走近一看 发现地上只有一张金黄色的卡片 上面还画着关于女神的图案 男主在反复确定以后 感觉这很像是传说中的侍从卡片 在冷静下来以后 他打开了识别界面 发现这是一张种位为女武神的卡片 能够召唤出一个名叫希尔菲的女神 男主瞬间感觉世界都光明了 身为路人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得到过这种好东西啊 不过高兴至于他又左顾右盼 再三确认这附近就只有自己 毕竟好不容易得到的好东西 说啥都不能拱手让人 他拿出手机想查询一下希尔菲是什么样的女神 但是没想到就连网上也没有相关资料 不过男主记得按照神话中的描述 女武神应该是属于半人半神的存在 他没有马上使用卡片 而是决定想带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在离开的路上 男主遇到了一群身着盔甲的冒险者 看着对方身上那华丽的服装 他眼神里面的羡慕都快溢出来了 不过没想到这个败家子第一时间想的 竟然是把女武神的卡片卖掉 来搞一大笔钱 随后男主来到交易所 将三颗史莱姆的魔盒卖了出去 顺便问了一下交易员小姐姐 如果呀 如果我一不小心获得了希尔的侍从卡片 假设是天使之类的 能够卖多少钱 但是小姐姐也不知道 因为她也没见过那种卡片 但是据说在国外 神灵系的希尔卡片 曾经卖出过十亿元的高价 男主人都傻眼了 自己现在竟然是身怀十亿的男人 在离开迷宫总部的路上 他的脑海中就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十亿 他一路上边走边碎碎念 差点就被人发现了这个秘密 好在一转头 发现自己的两个好基友 损人和真思 在回家的列车上 两人问起了男主现在的等级 因为常年只打史莱姆的原因 所以男主现在只有三级 他让两哥们有空 也可以去迷宫里面探索 但是他们两人是一百个不愿意 因为当初他们三个人 是一起注册的冒险家 而且在第一次进入迷宫的时候 就抵达了第二层 第一层的史莱姆 让他们信心大增 还以为自己行了 可是等到了第二层 碰到那群红眼哥布林 瞬间就感觉天塌了 这战斗里压根 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三人被揍得鼻青脸肿出来 要不是有恢复药水 至少得躺个十天半个月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真死两人就决定 再也不去迷宫了 现在冒险者执照对他们的作用 就是能够免费去游乐场玩 两人还不知道 自己今天错过了十个亿 还好奇为什么男主这么坚持 一直打史莱姆 但是男主也不想啊 要是实力到位 他也想去打一些厉害的boss 不过更多的原因 他并没有解释 等到男主下了列车 天色已经全部暗了下来 路上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 望向了旁边的移动别墅 不过很快就一开了视线 殊不知他前脚刚走 一个巨漂亮的妹子 就来到了窗口 这就是男主 一直暗恋的对象葛成 等回到家后 男主在思考着 如何处理那张卡片 毕竟要是召唤了女武神 说不定实力就会变强很多 自己就可以下潜到更深的区域 可是十亿的诱惑也很大呀 那可是整整十亿啊 到时候自己还去什么破迷宫 直接开启养老生活就好了 就这样男主纠结了一整个晚上 上学的路上都瞌睡连天 好在晚出门也是有好处的 他在路上碰到了葛成 两人本来肩并肩一起去学校的 但是路上他发现 不管什么年纪的男人 目光全都停留在葛成身上 这让男主意识到了差距 主动放慢了脚步 但是葛成注意到以后 却默默退到了他的身边 顺便说起了 昨天晚上看见男主晚归的事情 他想知道男主去了哪里 但是男主却没办法 把去迷宫的事情说出来 而是谎称跟两兄弟去聚会了 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到 两人直接从拐角跑出来了 男主担心漏险 马上把两人拉到一旁 让他们配合自己演戏 只不过葛成突如其来的询问 却让三人乱了阵脚 见他们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 一下子就猜出来男主又跑去迷宫了 小嘴嘟嘟的盯着男主 好在男主的眼神特别坚定 没有露出破绽 等来到学校以后 男主因为自己的内心漂浮不定 又跟两兄弟开始了假设 假设你们要是得到了超稀有的卡片 会怎么样 两人的回答都一样 那就是直接卖掉 毕竟他们也没想要去探索迷宫 拿到钱好好享受一下才是真的 他们的回答让男主仿佛认命了一样 或许卖掉真的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距离说服自己还是差了那么一步 上课的时候他还在想这个问题 但是就在他即将说服自己的时候 目光却又望向了葛成 等到放学 男主躲过迷宫的监控 然后带着卡片来到了安全区域 经过了两秒半的犹豫后 他终于决定要召唤女武神了 毕竟他的梦想可是成为英雄一样的人物 因为葛成的父亲就是一名英雄冒险者 他小的时候跟葛成一起看电视报道的时候 就被上面对方那帅气的身影深深吸引 所以为了解开迷宫之谜 他决定抛弃那十个亿 于是下一秒 随着仪式结束 男主发现自己四周根本没有人 他还以为是召唤失败 可没想到一低头 没想到这个小萝莉竟然就是传说的女武神 男主的幻想瞬间破灭了 自己的十一炮汤了 成为英雄的梦想也没了 女武神不应该是肤白貌美大长腿 道理也很大的嘛 怎么回事一个小萝莉啊 她的人生一片灰暗 感觉前途已经无望了 希尔菲还不知道自己的出现 给男主造成了多大的打击 男主也不奢望希尔菲有什么用 于是带着她准备去打史莱姆 让她没想到的是 希尔菲竟然能够感应到史莱姆的气息 就在她准备出击的时候 突然想试一试希尔菲的实力 于是让她出手试试 可没想到这一出手 天塌了 男主人都傻了 这哪里是什么小萝莉 根本就是人性怪物 不过这也正常 毕竟希尔菲的战斗力有170点 比她高出了整整17倍 这一幕让她的态度都变了 看见希尔菲那扭扭捏捏的样子 甚至尊称她为希尔菲大人 可没想到她这么害羞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太饿了 而且饿得快要晕倒了 男主看她盯着魔盒那渴望的样子 也没有吝啬 直接把魔盒喂给了她 恢复了活力的希尔菲刚打算带着男主 去找下一只史莱姆 男主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希尔菲每次出手都得斥魔盒 可是每次打败史莱姆 就只有一个普通魔盒 这样一来一回 压根就是颗粒无收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购买杀虫剂的费用还要倒贴 很不划算了 于是她决定让希尔菲带路 自己来解决那些史莱姆 接下来的战斗很简单 希尔菲指路 男主战斗 两人的身份完全就变了 根本就是男主是仆人 希尔菲是主人 但是男主根本没有意识到不对 还因为今天多打了几只史莱姆 直接升到了第四级 而且还获得了称号史莱姆杀手 这下男主可算是做食了废材的地位了 毕竟还没有哪个人能得到这个称号 见男主的情绪有点低落 希尔菲扯了扯她的衣袖 很努力地在卖萌鼓励她 这还是男主第一次受到别人的鼓励 一时间还有点小感动 见时间差不多了 男主准备回家 希尔菲文言失落了起来 因为这就代表她又要回到卡片里了 随即男主拿出卡片将希尔菲收了回去 等她再次来到交易所 小姐姐被今天的磨合数量给惊呆了 男主已经达到了单日刷史莱姆摸盒的记录了 虽然今天赚到的钱是平时的十倍 但是回到家的男主还是睡不着 满脑子都是希尔菲今天战斗的画面 他觉得按照希尔菲的战斗力 去第二层迷宫应该不会失败了吧 等到了第二天 男主下定了决心 买好了装备以后 带着希尔菲一起前往第二层迷宫 这个男主到底有哆嗦 明明身边带了一个能够秒天秒地 秒空气的女武神 可是却连迷宫的第二层都不敢下去 只是走个楼梯 腿就跟石堂阿姨的手一样 又抖又颠 好在希尔菲在一旁给他加油 才平复了男主的心情 看见这么可爱的小萝莉陪着自己 男主瞬间恢复了斗志 来到了第二层以后 希尔菲马上就感应到了哥布林的气息 刚把消息告诉男主 他就马不停蹄往后面跑 直接给希尔菲看傻了 但是跑到一半男主突然清醒了过来 自己明明是要成为迷宫中的英雄 怎么可以在这里退缩 他给了自己十来个降龙式巴掌 把脸都打肿了 然后壮着胆子准备去找哥布林决一胜负 两个人偷偷摸摸跟做贼一样 果然在一块石头后面发现了哥布林 虽然这只哥布林还在睡觉 但是男主依旧不敢动手 希尔菲首当其冲 准备帮主人拿下对手 而哥布林听到动静也站了起来 躲在小萝莉后面的男主意识到不对 就在希尔菲准备释放技能的时候 冲到了他的面前 虽然双腿还是不停打战 但是如果连哥布林自己都不能应对的话 那就更不可能成为英雄了 虽然很有决心 但是现实是很残酷的 他的攻击被哥布林轻松给躲了过去 看男主这么弱 哥布林都傻眼了 下一秒开启了属于他的进攻 男主拿着盾牌死死抵抗 拼尽全力才把哥布林给撞飞了出去 剑撞他立刻乘胜追击 谁知道这个哥布林竟然还会空手夺白人 直接给男主惊呆了 手中的木剑也直接被丢了出去 眼看哥布林一招乌鸦坐飞机 男主眼急手快 想起了自己腰间的杀虫计 让你尝尝人类科技的滋味 两罐杀虫计精准命中哥布林的眼睛 直接给他疼得呲哇乱叫 趁着这个时间 男主赶紧回头捡起了自己的武器 然后冲向了哥布林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还是发生了 木剑还没有碰到哥布林 他反而先踩到了地上的石头 一个亮枪就倒了下去 本以为没希望了 谁知道男主欧皇附体 竟然在摔倒的过程中 打中了哥布林的腹部 直接来了波丹沙 随着蓝色的磨合掉出来 男主以一种极其滑稽的姿势 愣在原地 浑身颤抖不已 眼泪更是跟冲了屁网会员一样涌出 两年半啊 历经这么久 终于杀死了第一只哥布林 男主此刻的心情 就好像坐上了过山车 小萝莉也是适时 来了一波专业吹嘘 男主刚想回忆 但是身上突然发出金色的光芒 没想到这两年半的时间里 自己杀了一千多只史莱姆 才升到四级 今天只是杀了一只哥布林 竟然就升级了 而且还获得了一个暂定的称号 哥布林杀手 获得这个称号 能够对哥布林额外造成10%的伤害 只不过因为男主有运气的成分 所以只是暂定的称号 效果也没有史莱姆杀手那么强 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男主现在也没有恐惧了 两人开启了新一轮的战斗 由希尔菲开启防御结界 男主则躲在后面 趁着哥布林无法攻击 发动致命一击 短短几分钟 两人就已经解决了大批哥布林 在深入的时候 男主问起了关于这个迷宫的事情 但是没想到身为女武神的希尔菲 也不了解这个迷宫 因为她从诞生开始 脑子里面就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无条件为了主人服务 男主当然不会因此生气 这样反而更好 他们两个可以一起探索这个迷宫 加深感情 从迷宫里面出来以后 男主将哥布林的魔盒带到了交易所 小姐姐还是第一次见男主拿哥布林的魔盒 也是十分惊讶 而且第一次挑战就能够获得四的魔盒 小姐姐也是挺惊讶的 可是希尔菲的事情 男主肯定是不能透露的 虽然这一次战绩满满 但是由于战斗过度 导致男主浑身的肌肉都无比酸痛 第二天差点没办法起床 甚至在上学的路上 两只脚就跟不受控制一样 在那不停打战 葛城见男主这奇奇怪怪的样子 猜测他又跑去打哥布林了 男主都惊呆了 你这妮子也猜得太准了吧 面对葛城的质问 他只能找了一个别角的理由 幸好葛城脑回路比较单纯 男主这才逃过一劫 等来到学校 他将自己去第二层打哥布林的事情 告诉了两个机友 两人都惊呆了 没想到平日里那么废材的男主 现在竟然能够打倒哥布林了 意外的有点猛啊 两人是一点不给男主留啊 好在男主也不在意 毕竟经过这次的战斗 他已经更有干劲了 更是生出了挑战下一层的想法 机友们都无语了 跟看二哈一样看了他一眼 又扭过头看了一眼葛城 要是这小子在感情上能够这动力 他们都能当叔叔了 等放学以后 男主再次来到了迷宫 两人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契 男主也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 得到了一把像样的武器 只不过接下来的每一天 男主都特别疲惫的样子 就连上课都在打瞌睡 事情有好有坏 男主如今终于达到的第十级能 不仅如此还收获了一个名叫 神之祝福的技能 只要所拥有的神明忠诚于自己 那么在升级的时候 就能够获得巨大的能力提升 而男主身边的神明 现在就希尔菲一个 为了让他更忠诚自己 男主的脸也是不要了 直接就跪了下来 把希尔菲吓得不要不要地 甚至连称呼都变回了希尔菲大人 随后更是深情地握住了他的手 可怜的女武神被男主的甜言蜜语 给骗得团团转 不过因为这个技能的效果 男主很快就遇到了一头发光的骷髅怪 很明显是迷宫里的稀有怪物 两人按照之前的流程 一个放盾 一个进攻 可是男主的攻击根本无法造成伤害 甚至就连武器都差点被抢走了 最后还是依靠希尔菲才成功打败了对方 而骷髅怪掉落的魔盒也是与众不同 是极其鲜艳的红色 就在他研究的时候 希尔菲一脸不好意思地凑了过来 虽然不知道这个魔盒值不值钱 但是自己的小助手还是要喂的 男主没有犹豫就递到了他嘴里 见希尔菲那飘飘欲仙的样子 他特地在离开的时候问了一下小姐姐 没想到那个平平无奇的红色魔盒 竟然价值高达两百万 男主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等听清楚以后 感觉自己的心肝脾肺都快裂开了 这哪里是什么两百万 分明就是要了自己的命啊 直到回到家里 男主都在纠结这两百万 可是他仔细想了想 如果没有希尔菲的话 自己就连第二层都下不去 这区区两百万 跟十个亿的希尔菲根本无法相比 这点奖励也是应该的 因为这段时间都在对付哥布林 男主现在也是飘了 觉得自己说不定能去第三层试试看呢 于是为了做足准备 他告诉希尔菲 自己打算独自战斗一段时间 虽然希尔菲很想出上一份力 但既然主人都这么说了 为了安抚希尔菲那失落的内心 男主将自己新的想法告诉了他 毕竟都已经相处这么久了 希尔菲对于自己来说 已经是妹妹一样的存在 所以他打算在称呼上改变一下 让他们更加亲密一点 还没等两人抒情结束 一只哥布林突然出现 男主满怀自信冲了上去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还是出现了 在离开的时候男主一身的伤 这下子多余的花销又增加了 就算是低等药水价格也很高 回到家的男主开始精打细算起来 如果想要进入第三层的迷宫 就必须要攒钱买装备 还得给希尔菲准备足够的磨合 所以为了自己的计划 男主再次回到了第一层 开始了哥布林杀手的生涯 在经过了长达两天半的准备下 男主总算是集齐了一大袋的魔盒 这下子终于可以准备前往第三层了 但就在万事大吉准备离开的时候 希尔菲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两人顺着气息过去 发现是一只银色的史莱姆 看样子也是稀有生物 两人里应外合瞬间击杀了他 而男主再次欧皇附体 从银色史莱姆身上再次掉落了一张侍从卡片 不过这张卡片很特殊 竟然是一张恶魔卡片 能够召唤出子绝集恶魔路西利亚 虽然天使跟恶魔是对立的阵营 但是一想到能够带着天使和恶魔通关 男主就一阵歪歪 所以他还是决定召唤这只恶魔 等男主睁开眼 发现眼前空无一人 他知道同样的场景再次发生了 等他一低头 果然一个身着西方复古裙子的恶魔小萝莉 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不仅召唤出的天使女神是个小萝莉 甚至就连自觉级的恶魔路西利亚 也是个傲娇的小萝莉 这你受得了吗 他顿时感觉自己的三观全都毁了 这跟召唤卡片上画的根本不一样 分明就是卖家秀跟买家秀的区别 太过分了 自己的女神梦 而且这个小恶魔看着就跟希尔菲不一样 一出场就对男主平头论足 觉得他肯定不是个靠谱的主人 没想到这个秘密都被你给发现了 而且看起来还很笨 希尔菲看不下去了 见对方注意到自己 他一边害羞地躲在了男主身后 一边告诉路西利亚这样子 跟主人说话可不是好习惯 没想到他竟然觉得没什么 毕竟按照人物设定来说嘛 恶魔都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习惯一下就好了 他还一副很骄傲的样子 表示不要在意 不过话说完嘛 他就凑到了希尔菲的身边看来看去 一下子就认出这个他是女武神 不过对此男主还有一个仆从 他倒是没啥惊讶的 就是一伸手就要磨合 真不愧是恶魔 啥都还没干就要报仇 这时候希尔菲检测到不远处 有一只史莱姆存在 路西利亚觉得 既然要干活才能给是的 那么自己就勉为齐男出手一次好了 不得不说 他们都是杀鸡烟用牛刀 竟然第一次出手都是史莱姆 刚一打完 路西利亚就开口要吃的 男主本来都已经给了他一款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还嫌不够 又伸手跟男主要 欠他不给 念叨着这一次真倒霉 遇到个小气的男主 男主也不想他一直使用大招 于是让路西利亚后面试试技能毒魔法 不过不用不知道 一用吓一跳 路西利亚的毒魔法 直接让一头哥布林全身溶解 男主跟希尔菲都被那残忍的一幕给看傻了 这家伙不愧是恶魔 自己不会被这样干掉吧 吃了哥布林的魔盒 路西利亚觉得更好吃了 知道越往下就越有好吃的东西 她招呼着男主快点往下一层前进 但是男主还没有做好准备呢 现在的装备这么拉垮 说实话去了也只能靠旁边这两个外挂 路西利亚不知道主人的难处 还表示自己一点也不了位 见希尔菲都帮忙说话了 只能结束今天的战斗了 这天晚上男主做好准备后 隔天就带着两个小萝莉来到了第三层 这可以说是冒险路上的一大步 她之前可是想都不敢想 这次来她可是买了一把超级公墓 做足了准备 而且一下去 就碰到了两只地狱猎犬 她本想试验一下新武器的威力 不曾想射得太不准了 直接标到旁边去了 没打中怪反而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眼看他们朝着自己冲来 希尔菲开启屏障保护了男主 紧接着路西利亚一发大招带走了两个 但是因为打倒了两个 她也要求男主给自己两个磨合 这可不行啊 那就一个都没赚了 男主让他去多打倒几只 到时候再多给几个 真是倒反天罡 紧接着三人再次开启了刷怪之旅 这一次又遇到了两头狂暴野猪 可没想到路西利亚的大招竟然空了 一头野猪直接从河蘑菇里面冲出来了 剑撞他当准备接第二波大招 男主却要自己上 这一次他总算没有丢面 一发子弹直接射中了野猪的眼睛 只不过伤害还不足以让野猪倒下 眼看野猪因为疼痛变得更加狂暴 他吓得瘫倒在地 眼看希尔菲要出手帮忙 在关键时刻 男主又发射了一发子弹 这下子野猪终于知道 剑上帝是什么滋味了 虽然说不仅解决了很多魔物 又升了急 但是男主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多了路西利亚 导致开销也大了 就在回去的路上 男主听到别的队伍正在讨论迷宫的进程 回到学校以后 他就开始歪歪起蔚来跟两个小萝莉 肯定也可以打到迷宫身处 这奇奇怪怪的笑容 让两个基友很不理解 毕竟现在可不是傻笑的时候 都已经到了田志愿的时候了 男主都猛了 啥志愿 我不到啊 这时葛城也走了过来 想知道男主想去哪个大学 并把自己心仪的大学告诉了他 作为青梅竹马 他觉得两人都已经从幼儿园一起到了高中 要是在一起上大学就太好了 可惜男主这个二愣子 压根就没听出来这其中深藏的爱意 还疑惑葛城怎么这么开心 两个基友都傻了 你是真没救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男主都在打怪赚钱中度过 有了两个超级厉害的小罗莉帮忙 他们的进度也是一路加快 只不过因为有了路西利亚这个大卫王 导致男主每次都需要给他两个磨合 这一幕幕看在希尔菲的眼里 导致他的心里面有点不大得景 虽然男主看出了他的异样 但是依照他的情商 根本不知道为啥希尔菲会这样子表现 等晚上回到家 看见电视上播放的电视节目 他一切都懂了 男主感觉自己迟早会挂在他们的修罗场上 这可怎么办 一碗水端平他压根不会啊 因为这个问题 导致男主一整个晚上没睡 等到了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 看着他那惆怅的模样 葛城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男主搬出了一个不存在的朋友 想知道万一在两个朋友之间 多出了一个新的朋友 然后旧的朋友不喜欢新朋友怎么办 葛城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这种事情问一下当事人不就好了吗 男主感觉自己的废铁脑壳突然就开窍了 于是等来到迷宫以后 他单独召唤出了希尔菲 见男主要跟自己单独聊聊 希尔菲的小脸都红了 当说起露西利亚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并没有不喜欢对方 虽然一开始觉得很可怕 可是时间久了 却觉得露西利亚是个好孩子 很喜欢他 男主觉得肯定有情况 所以直接凑到了他面前 希尔菲见男主都这么说了 于是提出 希望男主可以一视同源 既然对露西利亚那么好 就应该对自己也好一点 毕竟最近在露西利亚来了以后 他获得了更多的磨合 这还是小事 最重要的是他跟男主讲话的机会更多了 看着那嘟嘟的小脸蛋 男主总算开窍了 原来这就是吃醋了 于是在后面的冒险中 男主开始给两个人一样的磨合 还会夸奖希尔菲 露西利亚可不爽了 你也应该这样夸夸我才对 等被男主夸了 他脸上还露出了傲娇的表情 随后的战斗中 希尔菲更是误打误撞升到了第二集 果然女神想要升级 所需要的经验特别多 不过升级带来的好处也是巨大的 在遇到下一批魔物以后 男主让他单独出手看看实力 这一次希尔菲仅仅一招雷击 就瞬间打败了三只地狱猎犬 甚至还能够抵挡住野猪的进攻 露西利亚本来想要出手的 可是男主却手痒 自己拿出弓弩打败了野猪 这下掉落的两个磨合 全都归希尔菲所有了 可没想到 希尔菲竟然还没有吃饱 看着他那害羞要磨合的样子 男主也没办法不给 从迷宫出来以后 他也是有点无奈 虽然说战斗力变强了 可是如今磨合的数量也变少了 没办法 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和两个小萝莉 男主又回归了初心 开始在第一层猎杀史莱姆了 又是熟悉的杀虫技 又是熟悉的配方 希尔菲在后面给男主加油 而露西利亚反而不开心了 你把我叫出来 不让干活还不给吃的 小心我举报你 不过当听到男主的夸奖和需要时 露西利亚还是露出了一副 害羞的傲娇表情 既然你这么需要我 那我就勉为齐男给你加油吧 在离开迷宫去交易所的时候 小姐姐对于男主 现在的进度很惊讶 毕竟她感觉现在的男主 去了第四层也很正常才对 这句话让男主 有了继续深入的想法 可是等回到家挑选装备的时候 上面的价格 直接把男主给男主了 你这写的价格哪里是50万 而是要我的命 这样看来还得继续多赚钱才行 等到了第二天 男主在探索第一层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头蓝色的史莱姆 不得不说 有这个运气就不要下去了 说不定刷史莱姆刷个十年 就可以满集了 他还以为这一次蓝色史莱姆的身上 会掉落侍从卡片 于是让两个小萝莉一起出手 这画面简直美如画 他带着希望往前查看 却发现这一次虽然没有得到侍从卡片 却得到了一个魔法水晶球 这玩意更带劲啊 有了这个男主就能够完成魔法师的梦想了 这说啥都不卖 随后他重重往地上一丢 男主就得到了水系的魔法 水球术 事不宜迟 他想要马上试验一下水球术的威力 于是把目标筹准了三个地狱猎犬 他让希尔菲给自己建设屏障 自己则发动进攻 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这一招竟然只是给猎犬洗脸 最后还是由路西利亚的大招收尾的 男主都崩溃了 早知道还不如卖掉了 这下又亏本了 晚上他失落地坐在小公园里面 葛诚看见了他那落寞的背影 想知道男主发生了啥 他差点就说漏了嘴 随便找了个借口就圆了过去 路上男主说起之前葛诚给自己的提醒 差点又暴露了真相 不过看男主一直掩饰的样子 葛诚也是看破不说破 回到家以后就嘟嘟着脸 本来男主还以为他也是吃错了 谁知道这木头 竟然马上把这个可能性给path 祝姑生了这家伙 自从男主学会了水球术以后 就开始天天进行水球术的特训 可惜由于自己的蓝量太少 体能太差 每次都是瞬间就虚了 只有希尔菲在后面一直给男主加油 跟贴心小棉袄一样 至于路西利亚则跟个漏风的棉袄一样 一直在后面泼冷水 好不容易男主终于能够操控水球了 可是自己的身体也已经累怕了 回到家以后倒头就睡 就连梦里面都是葛诚父亲的帅气的样貌 虽然说累 但是第二天男主还是一如既往 开始了自己的特训 今天的特训内容就比较不一样了 需要练习到可以随意操控水球的形状 虽然说这种事情对于男主来说很难 可一遍不行那就两遍 他足足耗费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总算是能够把水球给凝结成方块的样子 希尔菲开心的都快跳起来了 只不过这种训练终究是太累了 仅仅维持了两秒半 男主就支持不住了 等到离开迷宫的时候 更是因为过于疲惫的原因 没注意到脚下 不小心扑到了一个大傲派的姐姐身上 虽然男主一直说自己没事 可是姐姐看着男主那个疲惫的样子 也是一脸的匪夷所思 毕竟能够有人拼命成这个样子 属实是少见 他的两个队友也是这么觉得 但是男主这种奋斗的精神 反而激发了几人的斗志 男主还不知道 自己跟这几个美女的缘分 才刚刚开始 因为接连的训练 导致男主在上课的时候都在打瞌睡 班主任也不是吃素的 等把男主叫起来 他下意识就是一句 我今天肯定会好好特训的 全班同学都跟看小丑一样看着他 只有葛成好像猜到了什么 一脸的担忧 等到下课 两个基友上来关心男主在特训什么东西 男主也是一脸的傲娇 表示想要攻略迷宫 那自己肯定得会一些技能 看他这个臭屁的样子 两个基友也是有点佩服 毕竟一个天天打史莱姆的人 能够进步到这份上确实太不容易了 而就在男主准备继续往下说的时候 葛成却突然出现在他们之间 因为男主这个疲惫的样子 让他很担心 为了不让葛成发现自己的秘密 男主强行编了个谎言 表示自己在学习舞蹈 所以有点累过头了 好家伙 上次练肌肉这次练舞蹈 你是有点得益体美全面发展了 咱也不知道葛成到底是知不知道 反而让男主下次记得表演给自己看 这波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放学以后男主又来到了迷宫 这一次 他的水球术终于发挥出作用了 现在已经可以用这一招独自干掉哥布林了 就连毒蛇的路西利亚剑了 都不禁夸奖了一下 不过男主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那就是自己遇到了瓶颈期了 前三层的怪物已经满足不了自己了 不能让他再升级了 所以现在他准备前进到第四层去 既然要去 男主准备做好十足的准备 他赤巨资购买了上次看见的防护服 只不过这衣服看着 确实有点像是潜水服 而且这玩意因为布料很薄的缘故 所以攻击打在自己身上 还是会很疼 可以说作用跟缺点都参半 不仅如此 他还购买了一个加成手镯 这个手镯可以帮他提升魔力 让自己那若不禁风的小水球 威力更上一层楼 对此希尔菲永远只有一个态度 那就是自己的主人太棒了 路西利亚受不了了 自己的姐妹竟然是个无脑吹 他实在不想听男主继续废话了 拉着希尔菲就前进了 而到了第四层以后 希尔菲第一时间就感觉到了一股不好的气息 还是一种让人胆寒 无比可怕的气息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无比巨大的蟑螂怪出现在他们面前 后头的男主还在后知后觉 刚刚查到这一层怪物的信息 等自己一抬头 发现拐角那边 希尔菲两姐妹都已经开始屠戮了 不得不说 就算是女武神和女恶魔 只要是女生 对于蟑螂的恐惧都是一样的 男主看着这一幕人也是傻了 不过这也算是误打误撞 男主也是来到了第五层 而且在刚刚的战斗中 她还捡了不少的魔盒 只不过蟑螂怪的魔盒 露西莉亚本来是不想吃的 可是嘴硬终究没有战胜饥饿 这黑色的魔盒吃下去 虽然很饱腹 但是果然很难吃 好不容易到了第五层 男主也不打算就这样离开 准备继续试着探索一下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两个泥土怪 不过这两个怪物 竟然能够免疫物理攻击 男主的弓弩根本打不中他们 最后还是得拜托露西莉亚 在她的一番蘑菇云攻击下 两个泥土怪都化为了灰烬 只不过如果接下来的路 都不能依靠物理攻击的话 就只能让两个外挂上了 男主拿出一袋子蟑螂怪魔盒 想问问他们能不能继续战斗 只不过希尔菲和露西莉亚 都是一个态度 就算是饿死 咱也不吃一口这玩意了 见状男主也没办法 只能先撤退了 而就在离开的时候 希尔菲突然感觉到一种 不寻常的魔力 从墙壁里面传来 男主仔细检查了一下 发现这里面没有任何异常 最终还是靠了希尔菲的雷电攻击 才发现了不寻常的地方 没想到在这墙壁的后面 竟然还有一个隐藏的迷宫 来都来了 这种地方肯定要好好探索一下 不过按照小说里面的情节来看 这地方一般都会有陷阱的 男主话刚刚讲出来 本以为这一次机关 能够让他们长长记性 可谁知道路西莉亚的能力竟然这么强 又踩到了机关 男主这一次可是做足了准备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真正的灾难竟然在后面 不得不说这种电击疗法 对于舒畅身心真是好用极了 好不容易通过隧道 男主他们终于来到了一扇大门面前 看着这大门 他能够感觉到里面十分恐怖 所以下意识就打起了退堂鼓 不过这种事情 他能接受 两个妹妹都不能接受 于是男主尝试了一番 看样子应该是需要钥匙来开启 这种事情可难不倒希尔菲 既然没有钥匙 那我就创造一个钥匙 他一发众生平等雷 直接砸在了大门上 瞬间就开了一个窟窿 而一走进来 希尔菲就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 男主不用想也知道 毕竟这种地方 肯定有什么boss之类的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大厅中央的高台上 就出现了一个食人魔和史莱姆 谁知道 他们两个人联手进攻 竟然没有打掉对方一滴血 食人魔更是活蹦乱跳的 这下子barbecue了 所幸希尔菲的防御节戒还能用 不然就真的在这里了 没办法 男主只能让路西利亚先拖住史莱姆 然后自己尝试使用物理攻击 虽然物理攻击很有用 可是男主这次出门 根本没有带多少箭矢 虽然扣掉了食人魔一半的血 但是现在根本没招量 而且那边的路西利亚 也应对得十分吃力 没办法 男主只能尝试利用水球术来攻击了 可就在凝结水球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水球 竟然变成了冰球 因为冰球是固定的缘故 魔法攻击直接变成了物理攻击 短短几发就扣掉了boss一大堆血 只不过现在的蓝量也已经不够了 为了保命 男主只能努力回想起克逊的成功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愿 在搞定食人魔以后 男主马上冲过去救下了路西利亚 他让希尔菲在自己抵挡进攻的同时 利用武器来进攻 可是这一招的效果竟然微乎其微 因为这个史莱姆的韧性太高了 虽然有扣血 可是根本不多 加上刚刚自己抵挡的时候 肩膀受到了史莱姆的溶液腐蚀 他本来想要撤退的 可是一想到自己的梦想 再次选择了迎男而上 既然是史莱姆 那么不管大小 肯定都有一样的弱点 那就是害怕杀虫剂 多亏男主随身携带杀虫剂 这一次就让他一次性吃个饱 在男主的杀虫剂攻势下 史莱姆的血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随着杀虫剂全部用完 敌人也刚好被消灭 在战斗结束以后 男主立刻掏出一瓶药剂喝了下去 终于感觉自己活过来了 而且路西莉亚和自己的等级 也全部都提升了 不仅如此 他还从食人魔的身上 捡到了红色的稀有魔盒 就连史莱姆都掉落了一个神器魔剑 只不过这魔剑的样子 实在像是牛排刀 等离开以后 男主就将魔盒卖给了小姐姐 在得知男主竟然已经闯到了第五层 小姐姐当即就邀请他 参加周日的探索第七层活动 虽然说是探索 但也可以说是联合会 只不过到了周日那一天 男主没有想到 跟自己一起参加活动的小队 竟然就是前不久遇到的三个美女 谁能想到直男男主竟然也有春天 甚至还能跟三个妹子手牵手去打官 因为报名参加了联谊活动 所以男主被分配到了 跟上次偶遇的三个妹子一组 这一组里面有郁姐有蒙妹 谁看了不得说一句羡慕 在传送到第七层的时候 大家还得手牵着手 这你受得了吗 在准备就绪以后 四人就一起来到了第六层 这是男主从没有来过的地方 因为是第二次使用传送门 所以他也是紧张的半死 殊不知这三个妹子也是第二次用 在前往第七层的路上 还有负责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指路 不仅如此 在传送口处还有一个便利店 这你受得了吗 男主为了安全起见 在里面大买特买 反观三个妹子身上空空如也 殊不知他们的身上 有着能够储物的魔法腰包 男主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个高科技 看见三人都有 他也是惊呆了 因为这个魔法腰包的价格 都足以买下一整洞公寓了 而这点钱对于三个妹子来说 简直就是洒洒水 因为都是他们老爹买的 男主都无语了 原来自己竟然跟三个千斤一起组队了 不过男主虽然背着是普通的背包 但是看着也很不错 听对方夸奖自己 男主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自己从小就在很努力地存钱 靠脉魔盒才有了如今的小小家底 可惜三个妹子并不懂她的苦 在准备究绪以后 爱里直接从腰包里面掏出80米的长刀 按照介绍来看 第七层会出现的怪物是魔像类的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攻略 只不过第一次来到第七层 大家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紧张 很快就有几个人引来到了他们面前 没想到在这里竟然还能够遇到工作人员 这个迷宫也是够尽职尽责 竟然每天还会派人来清理 在继续深入之前 男主先是询问了一下三个妹子的等级 没想到爱里竟然有18级 而小光和未来都是15级 如果没有两个小萝莉的话 男主根本就比不上这三个妹子 就在讲话的时候 空中突然掉落了好几个石块 紧接着石块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头超级巨大的巨石像魔 爱里见状立刻进入了战斗状态 给小光和未来分配了任务 男主这个心爱的 则负责在背后掩护自己 说吧 爱里就拿着武器冲了上去 虽然对方看着很硬 但是爱里的攻击也是恐怖如斯 竟然单枪匹马就将巨石像魔给消灭了 不过紧接着 一头全身盔甲的青铜魔像 又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这时候就轮到小光和未来发挥本舌 在小光迎唱了魔法以后 地面瞬间变成了一滩泥泥 而未来也发动了侍从卡 召唤了一只小狐狸 小狐狸在空中跳跃365度 然后发射出了风之刃 男主都看呆了 这配合简直无敌 而最后的收尾则有爱里进行 他最后挥出一刀 青铜魔的血条直接清空 可还没等大家松一口气 一头巨大的钢铁魔像出现在他们的背后 这家伙才是最可怕的对手 男主的弓弩打在他身上 根本不起作用 眼看对方的攻击就要落在小光和未来的身上 爱里一个闪现挡住了他的进攻 然后一跃而起 重重劈在他的头上 可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野 武器都弯了 还没有打出一点效果 身后的小光和未来健壮也发起了进攻 但是根本就毫无作用 男主看情况这么紧急 准备把压箱底的小萝莉给召唤出来 谁知道掏了一下背包 自己的魔剑却掉了出来 他终于想起这个玩意了 昨天晚上他还去网上搜索了一下 得知这个魔剑能够在发动攻击的时候 给予目标想象中的伤害 也就是说 只要脑子里面想着打倒敌人 就能够发挥作用 随后他指挥小光将地面变成泥泞 然后让爱里拖延钢铁魔像的注意力 趁着空隙 他闪现到了钢铁魔像的背后 然后一刀捅了进去 在他的想象中 钢铁魔像竟然真的灰飞烟灭了 得知男主的手上 竟然有这么厉害的武器 三个妹子也是十分佩服 而小光和蔚来也是对魔剑起了兴趣 既然能够打落装备 那就代表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么厉害的武器 随后男主问起了蔚来的侍从宠物 毕竟除了小罗利 他还没有见过其他的侍从 蔚来解释这是因为相机拍不到侍从的样子 这也是为什么工会从来没有发现过小罗利他们 而小狐狸是蔚来从拍卖会上买来的 所以工会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存在 就在这时 爱里突然提出 想让男主加入他们的队伍 毕竟这场战斗大家配合得很默契 而且没五层就有一个传送门 所以他们想把下一个目标 定在有第二个传送门的十一层 所以想男主加入他们 只不过男主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的探索者 似乎没有那个资格吧 可是大家都不嫌弃他 加上男主也是孤身一人 不是刚刚好 听到这话男主也是有点尴尬 也不知道要不要把小罗利的事情说出来 而且如果组队之前不说清楚的话 要是到时候被他们看见 自己带着两个未成年跑来跑去 到时候那就是警局见了 看三人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男主表示让自己回去考虑考虑 三人也不是什么霸道的人 于是同意了男主的请求 下午 男主就将这个事情告诉了两个小罗利 两人的不爽就这样写在脸上 没想到一天没见 自己的主人就有别的妹子了 平时高冷的路西利亚这次都很不开心 竟然和别人组队 把他们给晾在一边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加上今天学校明明就是放假 还等到早上才召唤他们 也就是说上午的时候 男主都跟别人在一块 这种被背叛的感觉 谁受得了啊 而且平时乖巧的希尔菲 也是罕见地拒绝了男主 并且表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以后不许再提了 男主见状还想从路西利亚这里入手 但是不说不要紧 一说路西利亚就诱诈了 毕竟他天天喊希尔菲的小名 可自己呢 这么久了居然还喊大名 不爱了就说 我走就是了 男主也是无语了 没想到路西利亚也吃错了 没办法 他只能也给路西利亚取了个小名 路西利 路西 路西利亚看着不满意 但是脸上的笑容 都快翘到天上去了 好不容易把两个妹子给哄好了 他们不管男主 就静止朝着深处走去 丝毫不理会阻对这种事情 身为直男的他 怎么会理解女人的想法呢 等到第二天 上学的时候 葛城问起了男主这两天的安排 是要去健身还是去学习舞蹈 想要在周六的时候 约他一起去逛街 面对葛城的邀请 男主当然不会拒绝了 看着他那开心的笑容 男主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融化了 而他的两个好机友也是神出鬼没 下一秒就从背后钻了出来 不过男主一点也不理解他们的意思 毕竟在自己的感觉里 葛城这种女神 跟自己八杆子打不着关系 两个机友都无语了 与众心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随后又问起了男主活动的事情 当得知男主这一次 竟然跟三个妹子一起组队 两人都惊呆了 突然后悔不去迷宫了 想着不然趁现在回归好了 上学的时间过得飞快 周六男主提前等在了葛城家门口 只不过在逛街的时候 男主一下子就被路上 迷宫的宣传视频给吸引了 要不是葛城叫自己 他都没反应过来 不得不说葛城真的是一个满分女友 虽然知道男主心里面都是迷宫 但还是希望他今天 能够忘记迷宫 好好陪自己 中途男主作为参谋 陪葛城去了服装店 不管葛城换哪一套衣服 男主就只有一个评价 那就是太可爱了 好在葛城大度 在买完衣服以后 两人来到公园 看见湖边的小船 葛城兴奋极了 只不过在划船的时候 男主一看周围那么多的情侣 感觉自己也跟约会一样 这个想法在下一秒 就被男主给拍拖 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他这种天上吊钱 都不敢捡的 在划船结束以后 两人又来到甜品店 葛城提出交换饮品来尝一尝 男主一点都没有意识到 这是间接接吻 葛城反应过来看过去 发现他喝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该死的直男 活该一辈子单身 而且在回去的路上 男主还在盯着迷宫的宣传片看 就在这时 葛城望着对岸被抱着的孩子 心里面突然有点难过 让男主陪着他 来到了迷宫的外面 望着这栋建筑 葛城的心里面就想起了父亲 原来在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因为迷宫而不见了 那天早上 明明两人约定好要一起吃晚饭 可是到了现在 家里面父亲的唯一痕迹 就只剩下一家人的全家福了 这也是为什么 葛城不希望男主去迷宫的原因 一切都太危险了 望着葛城离开的背影 男主心里面清楚 他之所以带自己来 是因为担心自己 可是他不能放弃 总有一天 自己要成为像他父亲一样厉害的英雄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罗莉侍从竟然这么受欢迎 轻轻松松就俘获了三个少女的芳心 自从上次跟爱里他们组队以后 男主就决定将自己的水球术 运用在魔剑上 通过施法将手上的牛排刀 化作了兵剑 并成功通过自己的力量 打败了第七层的魔物 简直强得可怕 然而露西利亚觉得他会变强 都是因为女人 这就是同为女人的直觉 而希尔菲大眼汪汪地看着自己的主人 害怕男主想要组队 是因为不需要他们两个人了 文言男主只能老老实实 将之前跟爱里组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希尔菲生怕自己哪里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虽然男主坚定地表示并没有 可露西利亚才不会相信 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爱吃魔盒才嫌弃 直接就要送男主下地狱 看他这怨妇的样子 男主彻底怕了 就算是不组队 也会老老实实把魔盒给他们的 还是希尔菲善解人意 居然同意了男主的请求 既然希尔菲都同意了 那露西利亚也只好跟着答应了 男主差点就感动哭了 还是自己的希尔菲最体贴了 他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抛下两人 去组队也只是为了实力变得更强 不然就会被自己的两个小萝莉抛在身后 而且他只会周末去跟爱丽三人组一起打官 平时自己还是属于他们的 这就是赤裸裸的偏爱 虽然说获得了神跟恶魔的同意 但是男主还是一如既往的废材 拿着手机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爱丽 等了半天 最后却等来了葛诚的电话 葛诚本来想邀请男主一起去约会的 可是直男的男主却再次搬出了不存在的朋友 询问他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不紧张的办法 要知道男主傻 可葛诚一点也不蠢 虽然知道那个朋友是不存在的 但是他还是将小时候 父亲帮助自己消除紧张的办法告诉了他 只要用手指轻轻揉一揉脸颊 那么紧张就会烟消云散了 听起来很愚蠢 可还是很管用的 男主试了试 发现真的有效 只不过这个呆逼 前一秒还在说自己的朋友需要帮忙 现在却说终于可以打电话了 直接暴露了那个人就是自己 葛诚听完一下子就不开心了 也没说约会的事情 就挂断了电话 看着上次男主给自己挑选的衣服 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此时正在道场里训练的爱丽 正好接到了男主的电话 因为跟希尔菲他们约好的关系 所以男主表示自己只能在周末的时候 跟他们组队 这种小小的条件当然不成问题 加上平时爱丽他们也要上课 所以基本也就周末才去迷宫 可不是谁都跟男主一样 是拼命三郎 等到了周末 四人组再次来到了第七层 不过队长的职务似乎变成了男主 他在最前面指挥进攻 先是让未来他们遏制石像的行动 紧接着将水魔法附着在魔剑上 在他行云流水的操作下 一只石像魔被轻轻松松消灭 其余的三人也配合默契 顺利打败了其余的魔物 这一次男主的战斗力 比上次要强多了 让三个妹子都刮目相看 而且指挥的也特别到位 一点都看不出平时是一个人在战斗 对此男主只能尴尬地打着哈哈 毕竟希尔菲他们可是自己的秘密 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暴露 好在这时候男主的肚子叫了 毕竟打怪那也是需要消耗体力的 正好三个妹子也饿了 好不容易结束了一天的战斗回到家里 男主却感觉自己的三观又一次破碎了 因为刚刚在迷宫的时候 三个妹子吃的哪里是便当 根本就是五星级的高级料理 如果说这只是便当的级别 那他们在家里过的是什么神仙生活 简直就是狗大户啊 不过比起这个 更让男主在意的是 终于到了要挑战第八层的时候了 因为第八层大部分都是在水里的怪物 所以不会游泳的男主 还特地穿了救生衣 只不过这么丢人的事情 当然不能跟三个妹子讲啊 只能谎称自己这是特地准备的道具 拥有抵抗魔法的效果 而且这次来 他还特地准备了磨合枪 不得不说 岔生的文具是真多 等到达第八层以后 还没有走多远 石纳奇就感觉到了什么不安的气息 这时水里面突然窜出来一只六角恐龙 只是朝着男主吐了一口痰 毒液就瞬间将他的救生衣服时带尽 男主绝对是去买了什么假冒伪劣产品 竟然还没开始就被敌人给破坏了 他刚气得不行 想要跟六角恐龙决一死战 身后就射来了一只剑 带走了他 转头一看 发现是未来拿着自己不要的弓弩 没想到他的天赋竟然这么高 虽然是第一次用 可是却拥有百分百命中的能力 接下来他们又遇到了大螃蟹 还有巨型乌贼 男主直接被乌贼举在天上蹂躏 然后被丢在了水里 他拼命在水里面挣扎 直到被爱里提醒才发现 原来这水还没有自己的脚踝高 而那头乌贼已经被小光弄成烤鱿鱼了 接着又有一群食人鱼从水里面跳了出来 看这个肉质 绝对就是寿司食材中的王者 只不过这数量也太多了 多亏小光的魔法攻击是AV伤害 不然一个个打太费劲了 与此同时 男主因为魔盒都用光了 所以手上的魔盒枪也宣告报废了 这时他突然注意到了爱里手上的大刀 灵光一闪 再次将水球束缚着在了魔剑上 然后化作了八十米的大刀 这下打起来可带劲多了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 那就是自己的蓝量消耗巨快 可男主打得太上头了 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伴随着蓝量一点点下降 那些食人鱼也被全部打完 而他也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等睡醒 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了爱里的腿上 因为魔力耗尽的缘故 所以爱里特地拿出了珍贵的恢复药剂 对于他这种大户人家来说 小小的恢复药剂就是撒撒水罢了 这是使那气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对着河水拼命叫唤 紧接着一头超级大恐龙 竟然从水底冒了出来 按道理恐龙应该在更深处才会出现 没想到这里就有一只 他们现在什么准备都没有 根本打不过这家伙 只能撤退了 可偏偏这恐龙不想放他们走 直接用头撞击扇动 把出口给堵住了 这下不打都不行了 男主当即指挥未来用史那气来远距离攻击 然后小光用魔法阻止对方的行动 至于爱里配合自己攻击 可是恐龙的战斗力和防御都太高了 小光和史那气的进攻都没有效果 最后还是男主的魔剑起了作用 只不过伤害依旧是太低了 趁着恐龙注意力在男主的身上 爱里抓住时间冲了上去 就算被打败 爱里还是撑着最后一口气 口中更是说着要成为英雄这句话 现在已经只能召唤出西尔菲跟露西利亚 否则没人能阻止他 伴随着男主的召唤 山洞中出现了两道神圣的光束 紧接着西尔菲和露西利亚帅气登场 得知这个恐龙竟然敢欺负自己的男人 两人当即就准备来一场烧烤龙肉 在两人的超强攻势下 恐龙被瞬间瓦解 看见爱里三人 露西利亚当即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果然是为了女人才组队的 这时未来直接冲了上来 抱住西尔菲一阵抚摸 小光则将目光盯向了露西利亚 毕竟这可爱的样子 谁看了不心动 虽然露西利亚很傲娇 可当看见她那可怜巴巴的眼神 瞬间就心软了 就连爱里看了都有点心动 只不过身为大姐姐 必须要矜持 当得知这是男主的侍从以后 三个妹子当即要带着西尔菲他们去泡澡 对于这么可爱的小萝莉 他们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直接在两个小萝莉的名字后面 加上了大人这个称呼 最后爱里也抵挡不住 直接冲上去开始撸起了两个妹子 在将小光和未来送回去以后 男主突然想起了爱里在第八层 说过的那句话 原来爱里从小也想成为英雄 因为她的父亲一直给她灌输着英雄的思想 并且要她变得更强大 去保护其他人 这也是为什么她会成为迷宫探索者的原因 随后她还邀请男主 在周末的时候来自己的大学参观 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爱里就读的大学 竟然就是葛城想要报考的大学 于是第二天 她询问两个好机友的意见 但是他们两个都很失去 让男主自己去问 恰好他们的对话被葛城给听见了 见状男主只能硬着头皮 把参观大学的事情告诉了葛城 并邀请葛城一起去 对于这个鱼木脑袋的邀请 葛城那是一百个愿意 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是与两个机友 本想邀请葛城的闺蜜一起去的 但是人家直接就是秒据 等到了周末 男主早早就等在了葛城的家门口 而葛城也终于穿上了 上次逛街的时候买的小裙子 狠狠惊艳了一下男主